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Lisa講 四月份又到了 可惜這個月一開始呢 全世界各地都發生了許多不好的事 其實這些事件有的事情是從過去就開始延燒的事 但是很明顯的感覺到這個月很多事情開始發酵 今天我們不只談星座 我們搭配塔羅牌的預測能量 請各位參考你們的太陽還有上升星座 讓Lisa講為大家抽幾張塔羅牌 我們來看看 在四月份有幾個星座運勢比較需要留意的 一起來看看這個月的塔羅牌給了我們什麼啟示 這一集要講的是金牛座還有天蠍座 如果你的太陽和上升星座正好座落在這兩個星座的話 可以提供給各位作為參考 還要黃通靈者在每次星座預測之後 都需要大家幫忙集氣分享以不致遭損 請記得按下訂閱頻道 還有順手打開旁邊的鈴鐺喔 才不會漏掉任何一支新的影片 首先我們來看看金牛座 我們為金牛座抽到的第一張牌是星碧石 星碧石代表的正式土元素也是一個財富之王的象徵 喜歡生意往來交易還有物質上的東西 然而活在當下才是最重要的 這張牌的牌面上看起來是一個溫馨的家庭 有一種三代同堂和樂融融的感覺 它的鉛碧交錯排列形成一個生命之樹的形狀 牌面上我們大概可以看到 星碧石人正在描述著一個物質基礎相當穩固的家庭 所以它代表著企業或者是團體性的 以金錢以成功為目標的團體 所以這張牌代表是一個物質成功的牌 代表在聲音上的成功或者是有大宗的買賣 會有一筆可觀的進帳 接著我們再來看看抽到的第二張牌 是保健七的正位 牌面上的男子正處在敵人的軍營當中 他想要趁其不備 趁著敵方還沒有準備的時候 去偷襲人家 所以他悄悄偷走了五把劍 留了兩把在原來的地方 牌面中的男子是孤軍奮戰 所以這張牌也具有孤立的意義 然而一個人的力量畢竟很有限 所以他沒有辦法使用光明正大的方式 和敵人正面交鋒 只能夠偷偷默默的用這種 詐欺或是詐騙的方式 需要留意的是 這個男子後面留下了兩把寶劍 這象徵著嘗試的這個做法 具有相當的危險性 一旦東窗事發 很可能會遭到慘烈的下場 像是留了把柄在敵人的手上 所以這張牌經常和欺騙啊 詭計、背叛和狡猾這種事情有關聯 而且應該是獨自一個人去思索計畫 很少和旁人打交道 所以抽到這張牌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你是說謊的那一個人 想要單槍匹馬呢 從對方的贏隊裡面呢 拿走你想要的東西 那第二種情況呢 你是被騙的那個人 如果是受騙的一方 你就是被一個團體所欺騙了 從這兩張牌綜合看起來的話 金牛座這個月如果有大筆的進帳的話 也許會來的有點驚險 雖然有可能會失敗 但是並不代表真的會失敗 懷抱著希望努力付出成功還是有可能的 這組牌面強調的是金牛座這個月 對於物質上的慾望比較強烈 同時也要小心在獲取這個大筆物質的同時 可能會疏忽大意 或者是有隱藏的敵人 洩漏天機等等 所以這個月的金牛座呢 在金錢物質方面呢 有機會大筆進帳 但是物質層面的提升呢 並不能夠保證精神層面的需求 一定要記得對你自身的規劃呢 謹慎周密的想清楚 再來抽到這兩張牌呢 代表著金牛座有可能在這個月份 對於情感方面和溝通上 比較偏向冷漠或者是忽視 那在人際關係的部分呢 容易陷入孤立無緣的境地 就像我剛剛說的 可能容易說謊或者是容易被騙 所以提醒金牛座的朋友 一定要針對目前所面臨的困難 做出一些應對措施 不要輕易放棄有可能贏的任何一個機會 這個月塔羅牌給金牛座的啟發 真是強化精神力 繼續來看第二個星座天蠍座 我們為天蠍座抽到的第一張牌 是影視的正位 牌面上有一位老人提著一盞明燈 你們看這張牌的老人呢 像不像魔界裡面第一集 甘道夫的造型 甘道夫當時還是一個灰袍魔法師耶 請注意看他手中的明燈 手中的明燈裡面有一顆六芒心 因此他指引了他人的探索之路 也代表著孤獨和遠離人群 這張牌的影視 行事自然小心謹慎 所以帶有一點處女座的寫照 是比較注重細節的完美主義者 所以他腳踩著山頭的結冰啦 或許真是高處不勝寒 因此抽到這張牌正在暗示我們 或許可以適時的退出你的交際圈 讓內心靜下來 留時間給自己 向內探索 冥想沉思靜坐 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 甚至你可以留意夢境為你帶來的訊息 很多時候呢 問題的答案都在我們心裡 獨自一個人自我反省 為了就是尋找心中的那個答案 自己就是自己的心靈導師 這張牌不但是智慧老人的原型 同時也表達 如果天蟹座的朋友 在四月份有遇到任何問題的話 不妨去諮詢一些比你更有智慧 更有經驗的老者或是長者 去聽聽更好的建議和答案 接著我們再來看看抽到的第二張塔羅牌是什麼 第二張牌是秘味的聖杯六 聖杯六的牌面看起來就像童話世界一樣 它有時候也代表著想家的情懷 庄園就像家鄉裡面有歡笑 也有家人的悉心照顧 聖杯六也在提醒著我們 可以像牌面上的南海一樣 慷慨大方幫助別人和照顧別人 如果內心有仇恨也要真正的放下 心裡才會得到和諧和平靜 但是我們今天抽到的聖杯六是逆味的 這代表著這美麗的回憶不在 安全感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衝刺著慘痛的回憶 聖杯六的逆味代表著這個回憶對你們來說 是不好的不堪回首的東西 或者是卡在你心裡面 一直放不下的 擱在心裡面一直放不下的痛 同時也代表著沉溺在過去 停滯不前 一直沒有辦法去向未來發展新生活 所以從這兩張牌看起來 這個月的天蠍座要著重於 內心的自省 過去的經歷不論好與壞 回憶夠了就要準備向前看 應該要把重心放在未來 建議你們多挪出一些時間 讓自己獨處和冥想 在精神層面上你們的心靈需要沉澱 第二個感情的部分 如果是已婚的天蠍座 這個時候和伴侶一對一的交流 兩個人獨處 應該對你們是最好的 如果是還在談戀愛的朋友 只需要好好的思考 是否兩個人準備一起攜手 邁向未來 趁著這個時間 放下自己內心過去曾經有的陰影 再重新出發 另外一個需要留意的是 金融投資方面 盡量去減少不必要的投資 專注在您目前的本業就好了 那麼這個月 塔羅牌給天蠍座的啟發 正是勇往直前 對於星座塔羅有興趣的朋友 或者你有任何疑問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下一集我們再來講講 甜品座和處女座喔 這集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回見